说那个汽油弹 说是这个抗议人士扔的 假如你不是黑社会 你没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suit case 可以拿到现场 没可能 警察知道 其他也知道的 有英美等外国势力 到底有没有外国势力 他什么时候都这样说的 每一次有什么反抗的 都是这样说的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拿出一点点禁句 香港当年是一个很多人 都得到很多好处的 生活很安定 有赚到钱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对于年轻来说就是 我们有钱 但是我们没有自由 钱有什么用 我们不是一只狗 我们不是一个身体 我们还有灵魂 人生的意义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法治 我们有其他那些 中共是不明白的 他以为香港人 你们是个经济的城市 你们把经济做好 你们有钱赚 够吃够圈 做好了 这个是中共一贯的做法 他们只懂的一个事情就是 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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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去想过 为什么有这样的抗争 他们没有了解这个问题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利用增压 去把我们压下来 压不下来的 他说我游行的人 我每个人给力两千块 两百万人 等到两千块 多少钱 我哪有这么多钱 还有这么多钱 一次都没有了 以后都没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想问的习近平 习近平土包 一个是您口中的土包 一个是没用的 不单是土包 他想做毛泽东 他真的一个职权的独裁者 中国不能够是个孤岛 你现在怎么去控制 回到以前的毛泽东那个时代 人民不一定跟你这样 一定不会跟你回去 所以我觉得他土包 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事 他该怎么样 如果你是习近平 他应该尽量慢慢开放 他开放他不怕控制不了 共产党控制不了 就不能一党独到 你要去控制 你一定控制不了 我要控制我 例如我小孩子 我也控制不了 但是我让我小孩子 自己控制自己就好 您家里面被丢这个汽油弹 你会担心你自己的安全吗 假如我常常想到安全 我就跺到中共的陷阱里面 他们最厉害的就是 让你害怕 完成了 我感谢大家 陆思考